Linux.com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另外一个KS的暗路商人 Merchants of the Dark Road 这个也是最近的一个爆款 跟All-in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这个金属币 但是不打几 总共1万份 这是第3220份 我记得他们是说这个零售版的配件就已经很好了 他们家的这个惯例 亚特兰地斯崛起也是 这个是它这个收纳的指南 待会就按到这个来收 单人的规则 然后这么一些摁板啥的 然后这边是这个双层小车车 应该是每个玩家的自己的版图 然后这边可以往里插这种各种配件 这个双层版图就非常的值回票价 反面怎么感觉像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很懂 那我们先把这个小车车版图先放一边 然后下面一个很厚的这种收纳 里面是不同的资源 先都拿出来吧 左边 也是很厚的一个版图 那我们样样来看吧 大的这个tray 里面都有什么呢 大中小三落卡牌 话不多说我们先拉进来看吧 这应该是玩家小超纸 四张 这应该是你可以去拿找各种的资源 然后这边的话 背面就是所有的事件卡 这个码 这个码 一个是有灯的 一个是黑的 然后还有个什么三 用掉三盏灯才能照亮这条路 不然的话你就得摸黑 是这么个意思吗 这些应该就是事件嘛 它说的 就可能这个是有灯的事件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这边是没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我记得他老师说你这个事件是要丢骰子的吧 然后这边的话你如果丢1的话 还有234和56是不同的这个结果 这都是事件卡 这边是黑灯瞎火事件卡 它是不是都是一对应的呀 感觉都是同一副图 你看 为什么黑灯的好像反而还好一点 这边只有12是坏的 1234是坏的 不是很陡 那我们来开这个中等大小的牌 先按卡贝分一分 这边就这么四种卡 我们先看这个信件一样 给打开了 都是字儿 可能像是任务之类的吧 然后这边有两种也是有灯的这个卡贝 一个是雪路里的这个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屋里的灯 这感觉都是马 这边是一个脚印 野怪的感觉 好的 也是按照这个卡贝分一分 有这么三种半吧 因为这两个卡贝明显是一样的 只是说是这边有一个这个额外的这个信号标记 我们先看最少的就是这个萌羊卡牌 就来看看这个紫色的一个书本一样的卡牌 的确就是书本 好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摞 所以这个是酒馆牌的意思吧 里面都是不同的人物 这边有六张这种特殊的人物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好 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人物牌 我们也看完了 这是这里面的一些骰子 这两个是一样的 蓝蓝的骰子 像是这种把术的感觉 反正这个配件还是非常了得 就是黑夜闪 这个黄的是光明闪子 这边这个大的骰子就是这个旅行闪 每一面的还不一样 那么枪啦 法杖啦 还有一个黑黑的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呀 这边有这个马蹄铁 真的是铁座的 标记物就非常用心了 这个是一个像带嘴的那种货物的标记物 这个是市场骰子 白的是跟刚刚黑的一样 反正是两个特殊骰子 其中一个 那么剩下就是这一些 这个收纳有点意思 好像是两层的 上面这是一层透明的 应该是可以放待会摁的一些板件吧 哇 这些资源都很棒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这个是水晶的标记 真的做到跟水晶一样 这个太刁了 16个灯的标记 真的长得跟灯一模一样 就光这个配件 我觉得值回票价了 马蹄铁 应该就是放在这儿 然后剩下的这些木箭 哇 太酷了 这五个马车的米宝 非常的酷炫 这个还有这个分数指示的 这个小米宝 可能套圈了就翻一面加50 这边是放钱的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金属币 所以的话暂时这个地方是空的 对 这样的话 它里面的这些配件 我们是都看完了 我们就来把这个摁板摁出来 四个小屏风 对应刚刚这个四个小马车 屏风的背面 当然就是一个小抄了 很常规的操作 这是个游戏的版图 然后感觉是可以拼图拼浅的 那么一二三四五 是这种模组化的 好像这个也吐槽了 因为好像据说 并没有什么可以换的 这是它这个大轮盘建筑物的板子 一二三四五 五个建筑物板子 而且两边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有点重复了 这个加50的 可能刚刚就是被这个 豪华版的那个木件给代替了 那还是稍微的进阶了一点点 这三个标记物也是被代替了 分别是刚刚这个图 和这个宝箱 以及这个布袋 我们继续往下 这个板子应该是要按下来的 好像是箱子 切的倒是非常细 这些马蹄铁跟水晶 应该是被代替了的 五块十块 它这个尤其你们的钱 非常的华丽 这些灯笼跟这个马蹄铁 我估计是不需要的 剩下这些呢 可以收纳好了 你钱的标记应该就是这些 因为我们没有金属币 暂时只能把这个钱放进去 它这个五块钱还是中空的 所以我们还可以抠一抠 以及最后这一块钱 小蜜蜂一块钱 那么这一盒的收纳 应该收好了 这样的话收纳完全 至于这些不需要的标记物 一般像我的话 我会塞到这个底下 做一个尘封处理 这收纳妥妥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版图 拼起来长什么样 它的背面就是一个图 背面没有任何的十字形的效果 它这个版图呢也不大呀 它为什么要做成这种拼图的呀 的确是有点费解 这就是它的版图的全貌 然后刚刚那个里面那个转盘呢 就在这个位置放这儿 最后的收纳步骤 就是把这个车放在上面 然后四个屏风 版图放在上面 这样的话 这个豪华版的这个本体就开完了 差的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开完 算是一个小扩 这个单纯是个盒子 没有任何东西 也能收纳 哦 这个是不是等于就是可以代替刚刚那个卡牌 刚刚你还记得我们那几张是卡吗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板子 刚刚那个预留的位置终于就明白了 然后这个也是刚刚说的 它预留的位置给的这个宝箱板块呢 那我还得打开给它塞进去 这个牌也各多了一张 这个就是它的小说明 这边还有一点点多了的英雄牌 多了三个小松鼠 所谓这个敌人的存在 这个英雄也稍微多几个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什么夜路商人 merchant of the dark road 我们就全部开完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要关注我们这个杂谈啊 估计这个玩完了 我们肯定是会在咱们去聊的 那么杂谈里见 拜拜